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占地0.7个acre 然后这个小区还是封闭式小区在大摩的一个小庄园 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房子的这个地税非常低 它设率是1.8%的 在休斯顿这个设率的空间当中 0.8%已经是最低的税率了 因为它是小庄园的一个性质 所以它税率特别低 然后这就是说它的养房成本就会很低 因为它这个房子78万多的卖价 然后它的一年的税就1万美金左右 所以在GG点上来讲的话 这种房子特别有投资的潜力 因为税率低的地方它是一个一定的 它不会说税率今年低明年会高 它反而会可能越来越低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小区的位置又还不错 它离中国城差不多有30分钟 然后离亚洲城可能也要30分钟 正好处在他们居中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当然了这个小区也有缺点 因为这个房子的学区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其实你买房子总是要有一个取舍的 就是如果您觉得学区非常重要 然后或者某一方面非常重要的话 那可能您要注重的那一方面就要比较有取舍了 那如果这个房子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那有可能它的价位上可能会就略高一些 那如果这个房子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 价位上也不错 学区也不错 地理位置也不错 然后养房成本也不错 各个方面都不错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房子本身某一些小的细节您可能不太喜欢 那所以说您要分清楚您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所以这样对于您选房子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利的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税率很利的庄园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或关注我的微信或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们看房子 这个房子的车库很特别 它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进来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样一块空地 里面是这是车库 两个 这边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就从它的大门进吧 进来之后 现在我是一点灯都没有开 然后因为那边是东边 所以那边比较亮 左手边是一个书房 右手边是客厅 一个旋转楼梯 然后往里走 这房子宽居特别宽 所以这个一进来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宽敞 客厅非常大 因为它的总体年纪很大 有5800尺 大客厅 这房子也是个双楼梯的 后面的院子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先看看室内 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再往外拍就非常的亮了 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 现在就是自然光线的亮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大厨房 这个房子占地很大 0.7个acre 然后税率只有1.8 是一个农场的税率 税率非常低 所以整个这么大的房子 一年的税只有一万出头 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其他的小区的房子 这样的大房子税就要两万多三万了 所以这是它的非常大的优点 这是它的厨房 然后主餐厅 主餐厅的那面还是一个副楼梯 我们现在先去一楼的卧室看一下 一楼卧室也很大 从卧室看出去 有湖游泳池很漂亮 我从这一面拍的时候就会比较亮 因为这面就顺光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漂亮的洗手间 我现在都没有开灯 我现在都没有开灯 一点灯都没有开 淋浴间 按摩浴缸 然后在我这边走 就是它的马桶尖 厨子 所有的门都是石墓的高门 哇 这个衣帽间好大 好 我们来到衣帽间了 好大的衣帽间 好大 好大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下 一上二楼 我们先上左手边 左手边有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都很大 而且它卧室的景色非常好 你看这个卧室 外面的景色是这样的 一片草坪和绿地 然后呢 这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洗手台 然后共用这样一个淋浴间 然后再一个洗手台 就到另外一个卧室了 这是它另外一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的面积都非常大 这是这个房子特别好的一个好处 如果您家里的人比较多 那住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种小庄园的设计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gameron 这个房子里面很亮堂 可是我拍出来 因为我没有开灯 所以我拍出来 现在就有点逆光 你看我现在 逆光的这些位置 都是它的窗户 所以其实这房子很亮堂 我该怎么解释呢 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小吧台 但是这个吧台是活动的 主人可能会带走 从这边拍 窗户很多 然后这边就是外面的窗户 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到 它的漂亮的院子 湖啊 泳池啊 蓝天白云啊 然后呢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副楼梯 副楼梯的旁边是一个洗手间 客位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的旁边是一个带着窗户的放映厅 放映厅很大 并且带着窗户 它是这样子的 而且呢 这个放映厅的里面 还专门有这样做好的柜子 你可以放你的碟片啊 你的其他的书籍啊 都可以放在里面 其实这个放映厅随随便便就可以改成一个卧室 因为它又有窗户 又有一个厨子 门口还带洗手间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另外一面的卧室看一下 它卧室和卧室之间挨的特别远 这就是另外一面的大卧室 还是一样的设计 还是一样的设计 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这样的设计 洗手台 然后这边就是 第四个卧室 第四个卧室 你看它卧室看出去的景色也很好 因为这个房子的房间区特别的宽 所以它房子和房子之间挨的真的是特别的远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去院子看一下 好大的客厅哦 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出来的院子 先是一个padio 然后走出来 它这儿做了一个栏杆 因为它这个泳池是阶梯状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栏杆 我们先看看这一面 做了硬化的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很美 然后再看出去 看到那些鹤了吗 湖边是有那种鲜鹤的 就是那种小的 好 下来 我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漂亮的院子和泳池 看它的房间距多么宽 房子和房子之间挨的特别的远 院子弄得很漂亮 我们再进一步往前走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门 你可以从这个门出去 就可以在湖边散步了 这样我们出来看一下这个湖 像自己家的公园一样 看到那边那些白白的小点点 那就是鹤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鸟 反正就有点像小鹤的那种 不好意思 孤陋寡闻了 就是看到它们很漂亮 我来拍一下 你看 在一个公园里住的感觉 邻居之间的间距非常远 后面有湖 然后再往这边走 看到的这一套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啦 好啦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可以随时联系我 谢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